1月22日晚 正值中华民族传统佳节 春节 2023海峡两岸春节夜火燃放活动 在厦门的黄错沙滩和金门的小金门沙滩同时举办 夜火在厦门金门两地海域上空绽放 透过浅浅的海峡互相传递新春祝福 本次两岸春节夜火晚会的主题为 玉兔献祥瑞 两岸供祀时 分福兔城祥福药中华福满人间和福满乾坤四个篇章 现场燃放了七万两千余发各式焰火 时间持续三十分钟 在厦门夜火晚会燃放现场 不少台胞欢聚一堂 共赏夜火盛宴 分享新年喜悦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夜火晚会 这个夜火晚会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大 尤其它是定在我们的农历大年初一 作为中华民族 这个过年是我们一个民族传统 非常好的节日 新任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韩盈焕 今年首次在厦门参加两岸春节焰火燃放活动 他表示厦门金门同放焰火庆新春 大家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 据悉1987年1月29日 厦门与金门首次同放焰火 共庆新春 传递两岸同胞在新春佳节 对彼此的美好祝福 此惯例一直延续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